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经管理世界超级畅销理财书级富爸爸系列 富爸爸冠军销售 作者是罗伯特·清奇 Robert Toru Piosotti 序言 我的富爸爸说 你的财富、权力和幸福都会随着你沟通能力的提高而越聚越多 罗伯特·清奇穷 爸爸的建议我从越南战场上回来时 觉得是该决定到底要听谁的意见的时候了 我是该跟随富爸爸的脚步呢 还是要继续走穷爸爸的老路 穷爸爸说 你应该再回学校读书 拿一个硕士学位 我问他为什么要拿硕士学位 他说 这样你就能在GS评分中拿到高分 就能找到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 于是我问他 什么是GS评分呢 穷爸爸接着解释说 GS就是指政府服务 Government Service 高学历有助于拿到更高的GS评分 而更高的GS评分就意味着更高的薪水 当时我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从一个政府机构换到另一个政府机构 对我来说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更好的选择 我很喜欢海军 但是我并不喜欢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 在那里提拔一个人总是要看他的资历 学历 工作年限和其他个人无法把握的因素 我就曾目睹很多能力很差的官员得到了提拔 而能力比他们强的人反而只能原地踏步 前者都是些为命是从的人 而绝非出色的领导者 穷爸爸建议我重返校园 无非就是让我再次进入政府部门 拿更高的工资 这实在让我高兴不起来 我想寻找一个能靠自己的理财本领 实现个人发展的机会 而不希望一切都只取决于我的学校成绩和工资水平 我绝对不想终生受固于一个体系 任由他来决定我能挣多少钱 得到什么样的福利 被什么样的人领导 什么时候退休 退休后拿多少钱 傅爸爸的建议我告诉傅爸爸 我决心走他的路 进入商界 他没有鼓励我重新回学校读书 而是说 如果你想进入商界 就必须首先学会如何推销 学推销 我说 但是我想做个企业家呀 我想和你一样 我想拥有一家大企业 故很多人为我工作 我想投资房地产 拥有很多土地和大房子 我可不想去当什么退销员 傅爸爸笑了笑 似乎觉得我太幼稚了 你为什么笑呢 我问 销售和创办企业 管理员工 融资 投资有什么关系吗 傅爸爸又笑了笑 说 关系可大了 态度地转变在傅爸爸穷爸爸一书中 我提到过 我是在一个教育室家长大的 家人认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 理所应当争取拿到硕士学位 甚至博士学位 高学历被认为是极其尊贵的 而相反的另一个极端 则是推销员 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之家 推销行当被视为最低贱的职业 当傅爸爸告诉我进入商界的第一步 就是做个推销员时 我们家给我灌输的 对推销员的比试一下子不满了我的身心 要接受傅爸爸的建议 我只有让自己对销售以及推销员的态度 来个180度的大转变 铁皮人几年前 好莱坞推出了一部影片 叫铁皮人 讲的是几个推销员挨家挨户的 推销吕志强版的故事 虽然这是一部很搞笑的电影 但是我看的时候 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之所以笑不出来 是因为这部影片太真实了 简直和现实生活一模一样 我上中学的时候 有一次父母曾经让两个铁皮人进了我们家 他们和我父母一起坐在厨房的桌子边 开始卖力地推销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 他们得到了一份合同 我妈妈签了一张支票作为押金 这时其中一个推销员站起身和我的父母握手 然后朝自己的车走了过去 买卖成交了 接着我们听到一种声音 一种披木头的声音 爸爸妈妈 另一个推销员 我兄弟和我都跑到门外 冲下楼梯 楼梯下面站着的是 刚刚回到车上的那个铁皮人 他正挥着一根从后备箱里拿出的撬棍 朝我们家的房子砸去 我父母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他们都惊呆了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你这是干什么 我爸爸终于反应过来 问道 别担心 亲戚先生 这个铁皮人一只手拿着撬棍说 我们不过是开始工作而已 接着 第二个铁皮人也走到车旁 拿出一块铝制墙板 两个人一起把它定在房子被砸坏的地方 好了 其中一个说道 工作已经开了头了 等我们收到你的钱 就回来把剩下的工作做完 说完 他们就跳上车扬长而去了 一连好几个月 我们家房子的一角就一直那样破着 上面搭拉着一块破破烂烂的铝制墙板 我父母特别难受 几个月来一直吵个不停 好多个晚上我们都睡不着觉 他们试图解约 把钱要回来 还提出让对方把房角修好 我记得妈妈对我说 要是你爸爸被这两个推销元气地犯了心脏病 气死了 那我永远都不会饶恕他们 我当时也很为爸爸的身体担心 那两个铁皮人再也没回来 在我们拨了六个月的电话后 吕志强板公司终于把合同寄了回来 上面盖着取消的字样 虽然我父母得以和他们解除合同 但是那家公司拒绝返还 以付的押金 也没来为我们把房角修好 于是战争还在继续 我们隔壁的邻居几个月来 一直关注着这次事件留下来的烂摊子 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 把墙板扯了下来 把撬棍捣毁的地方修不好了 从那以后 我父母不提则已 只要一提到推销元 就必定会骂他们个个都是狡诈 懒惰 谎话连篇 投机取巧 四处游荡的人渣 恨不得把所有能想到的贬义词 都堆到推销元的身上 铁皮人事件已经过去大概十年了 而现在 傅爸爸居然建议 我学做一个推销元 傅爸爸在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 那就是 我怎么和我爸爸说呢 说我要做个铁皮人 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如今 要是有年轻人问我 出社商界应该做些什么 那么 我给他们的建议 和傅爸爸当年给我的建议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去找一份销售工作 我告诉他们 傅爸爸曾建议 我找一份可以提供正规销售培训的工作 而这可以说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 这些年轻人没有意识到 这个建议有什么高明之处 他们和我当初的反应一样 可是 我有大学学历 我难道不应该一开始就做管理吗 怎么能去做推销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总是把铁皮人的故事说给他们听 然后再把傅爸爸对铁皮人的评价也说给他们听 关于铁皮人 傅爸爸是这么说的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铁皮人 所有的行业都有 不是只在销售行业才会有 在教育界 医学界 法律界 政界和宗教界都有这样的铁皮人 所以不要因为你遇到过几个铁皮人 就对整个销售行业望下评语 铁皮人之所以成了铁皮人 是因为他们不是优秀的推销员 操纵 欺骗 施加压力 假装诚信 虚伪的微笑 这些都不是销售 销售是沟通 真正的销售是要付出关心 认真聆听 解决问题 为你的客户提供服务 对傅爸爸而言 销售意味着一种能力 一种超越个人疑虑 恐惧和欲望的能力 同时也意味着每天抱着同一个信念 四处奔走 这个信念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 在他看来 这就是销售的全部意义 他说 真正的销售或沟通 不在于你能拿下多少订单 或者你的销售提成有多高 真正的销售意味着 你对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满怀激情 同时对客户的需要 愿望和要求非常理解 傅爸爸相信互惠法则 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法则 他很清楚 不能仅仅依靠提成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销售能力 相反 他说 要不断提高你的销售能力和沟通能力 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技巧来帮助他人 那么 你的生活也将得到改善 他不断强调这一点 他说 你的财富 权力和幸福都会随着你的沟通能力的提高而越聚越多 这个技巧是你在商界 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技巧 用你的技巧去改善他人的生活 你的生活也将得到改善 不管你选择的是哪一种生意 沟通能力和销售能力对你的成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伟大的领袖都是伟大的沟通专家最终让我转变态度 决定进入销售行业的主要动力是 富爸爸告诉我 伟大的领袖都是伟大的沟通专家 富爸爸让我想象一下林肯在格底斯堡演讲中表现出的非凡力量 富爸爸说 林肯成功地推销了这样一个观点 那就是这场战争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为这个事业而战是值得的 富爸爸还提到了约翰、肯尼迪 说肯尼迪在有关登月计划的演讲中 也成功地推销了一个观点 我们应该把人类送上月球 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富爸爸还提到了特蕾沙修女等人 讲述了这些人如何默默地向世人推销了一种关爱人类的理念 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超凡能力 富爸爸说 如果你梦想有一天自己能成为某个领域的领袖人物 你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销售能力 因为正是这种能力造就了伟大的领袖 正是他推销某种信念的能力 使人的生活乃至全人类的历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开始销售训练 公室和大街上 又很糟糕 又是什么都没卖出去 我痛恨看到自己的提成支票 它让我明白这个月很可能又要入不敷出了 我痛恨学习推销的每一个环节 虽然它是我所接受的最好的商业培训 我可以很坦诚地说 我今天所拥有的财富 权力和幸福都和我的销售能力 以及沟通能力密切相关 销售狗的重要性本书作者布莱尔·辛格 是我相交20年的好朋友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沟通专家和老师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他的这本书给这个平日枯燥 严肃的主题增添了一丝幽默的色彩 我和布莱尔第一次讨论本书是在1999年 当时我们都回想起 自己还是推销新手时参加销售会议的情景 会议室里坐着各种各样的销售人员 每个星期一早上 我们这些性格迥异的人都要齐聚一堂 等待销售经理来发表鼓舞士气的演讲 我们当时总是拿这个开玩笑 暗地里窃笑不已 就是在那个时候 布莱尔说 要训练一屋子的销售人员 简直要比训练一屋子的狗还可怕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提出 一个公司的销售部门就像一个狗窝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混种狗和纯种狗 就这样 销售狗培训项目诞生了 能请布莱尔 辛格来做父爸爸团队的顾问 并把本书纳入父爸爸顾问系列 我深感荣幸 如果父爸爸今天还在世的话 也会为此感到骄傲和开心 如果他在这里 一定会对你说 要坚持提高你的销售能力和沟通能力 你的财富 权力和幸福 都会随着你沟通能力的提高 而越聚越多 请读一读这本书 把这次阅读 当成一种享受和学习的过程 然后在他的指导下前进 去获取你想要的财富 罗伯特 清奇 续言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前言 请您收听